猫提外驱虫多久后可以洗澡 那提外驱虫主要驱的是 像狮子跳槽、蹄虫 还有提外的一些昆虫 有呢会驱一些像满虫之类的 那正常的话 一般的要求是驱完虫之后 至少要一周以后才能洗澡 这是建立在用的是像透皮吸收这些驱虫药 是这样的 如果是说用卖喷的这种 那其实至少要保持个 比如说三到五天这样 因为它作用的时间会比较短 所以说你给它洗澡时间可以不用间隔那么长 如果是说用低的体表这种透皮吸收的 如果是说你给它过早的洗澡的话 那药效会减少很多 那它对机通虫的这个作用呢就会弱很多 所以这是最基本的针对提外驱虫 喷气和低气的两种洗澡的时间 我觉得我觉得 wahr�得很好 然后我后来给它 就是这种东西的 所以就这样 就这样好像会来 就是这样的东西 现在还有我们下车分析 所以我们下车看